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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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2-2 观察以制作水泵模型 我们会问小朋友说 你认识水泵吗? 说说看 那多数的学生都会认为说 水敏它就是一种在水面上爬行的 四只脚的动物或者是昆虫 那事实上这个是一个迷失概念 所以我们要帮它搭一下阴架 就是水敏它是生活在水面上的一种昆虫 它有六只脚 那前面的一对脚它很小 所以小朋友比较不容易观察到 它是用来捕食的 那后面的两对脚就比较长 所以它长有很细的毛 那这个毛我们把它称为燕水毛 因此它可以在水面上滑行 不会掉入在水中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是它前面的脚 然后后面这里有两对脚 那再来我们就会问说 为什么水敏在水面上滑行 不会掉入水里面呢 那某一些学生他就会回答说 因为水有表面长力的关系 而事实上大多数的学生是不了解 不了解表面长力是什么意思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帮他搭音架说 我们仔细来观察水敏的后脚 那他的后脚非常的细长 而且像两侧弯曲 那像两侧弯曲的话 它可以增加水面的接触面积 那就防止会去破坏那个水膜 第二个我们要告诉小朋友说 那水面脚上的鲜毛它是既有超输水性 它会形成一个气膜 那阻挡水分子来进入 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个呢 再更解释清楚一点 那这里的话就会看到说 水面脚上的鲜毛它事实上有数千根 这样排列的一个多层的微米的钢毛 那这些钢毛的表面呢 它就会形成一些螺弦状的构造 那这些螺弦状的构造呢 它就在里面就会形成气膜 那这个气膜呢 也是奈米等级的 它就会防止水分子进入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飘浮在水面上 不会沉下去 那接着我们就要问说 那水敏呢 它是使用前脚来捕食 那它到底是怎么感觉 水面上有食物的呢 那因为多数的学生都认为说 水敏会用眼睛 看食物掉到水里面 然后跑过去 把食物弄起来吃这样 那事实上不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帮它搭阴架 就是水敏的脚上呢 事实上有非常敏感的感觉器官 那它可以感觉到 落在水中小昆虫挣扎 所产生的涟漪 那这个涟漪呢 就会促使它能够前往捕食 那水敏主要是用刺吸式的口气 来进食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刺吸式的口气 可以刺进那个猎物里面 来捕食的动作 那事实上我们想要 进一步的去建构小朋友的表面张力 所以我们问小朋友说 什么是水的表面张力 那有一些学生他就会说 水的表面张力就是 水会形成一层薄膜 而这一层薄膜可以拖住物体的重量 那事实上可以这样说 可是我们要帮他答应价 就是说那水的表面张力 事实上来自于水的内积力 那这个内积力就是 一个水分子一个水分子 拉在一起的力量 那是指水想要获得 最小表面胃能的倾向 那经常会发生在 在水与其他物质接触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表面张力 比如说像这个回纹针 他放在这个表面上不会沉下来 那你就可以从这边观察到表面张力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表面张力是尽可能将水面 可以维持一个平整的水膜的状态 那这个水膜的状态 他会达到最小的表面胃能 那当水敏他在表面上的时候 如果水敏的重量 他用四只脚的重量平均拉开来 拉开来的话 重量能够维持这个表面张力 可以支撑的限度的话 那这时候他的水面 就会形成少许的凹陷 那他就可以承载在水面上 不会掉下去 所以这是表面张力的关系 所以我们才可以去做这一个模型 好 那像这种玩具也是一样 就是水敏模型 他也是依靠水的表面张力 支撑然后能够在水面上滑行 那接着我们就问他说 那为什么清洁剂会破坏 水的表面张力 那事实上大部分的血生只会看到现象 而没有办法回答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帮他搭音架 那事实上清洁剂它是一种界面活性剂 所谓界面活性剂就是有一个清水端 跟一个有清油端 那像这一个说 衣物上面有脏的话 那清洁剂的清油端 就可以跟衣物的脏物结合 清水端可以跟水结合 那这样子结合以后 他跟水在一起的话就会破坏 原本搭在一起 一个水分子一个水分子的结构 所以这个水分子被破坏以后 他就往两旁边散开来 因此底下的水分子就会 上来填补那个空间 那就会造成移动荒滚的现象 也就破坏了表面张力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图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放肥皂 肥皂它本身就是 一个界面活性剂 所以在这边的话 它就会把表面张力给破坏掉 那这边表面张力还在 所以它就会被往前拉 所以你刚才看到 我放了肥皂 事实上它会往前拉以断距离 但是还是会掉下去 因为表面张力还是被破坏掉 好这是我以上的资料 那我们今天的说明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